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7號星期三 大家香港朋友應該就今天要上班了 是不是? 星期三這樣的樣子 可能是 不要緊 大家最重要是拼經濟 賺到錢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沒錢又怎能享受呢? 是不是?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來勤 各位網友好 加拿大加燦生 各位網友好 欧秋 熊仔餅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節繼續回來講講港台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過去榮哥梁家榮年代 因為呢 就出了很多很具爭議性 也都投訴爆標的節目啦 在港台裡面 尤其是王喜那個最過分的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最過分的就是王喜那個叫警方消息 找去扮警察那一段呢 垃圾 垃圾 戳著那個垃圾袋呢 就是垃圾王喜戳著那個垃圾袋的那一段呢 我覺得最令人討厭啦 就是他們覺得叫做蛙眾取寵啊 還是什麼 諷刺是弊啦 我覺得就只不過是蛙虎和抹黑啦 是吧 影射啦 跟著還在那扭不承認呢 就是家鄧生所說的 又是鴨尼州模式啊 是吧 是啊 鴨尼州口音啊 被人踢爆那時候就特別害人憎 就是不承認 敢做不認是抗爭的嘛 就是他們那句熱狗化 熱血公民那時候最流行講的那句 大家都知道 接二連三有很多這些投訴的過斷千計啦 大家都很努力去投訴他 很認真去投訴他 後來現在就李百全接任了啦 有些人就出來說 啊 行不行啊 他 完全不行的喔 那些還沒做 你說他不行 現在一步一步 我都覺得做得相當不錯 現在就厲害了 有新的東西了 對於就是說 之前如果有人做了一些節目出來 是不行啊 不行的話 要向他們收回錢 可能要罰錢喔 因為那時候聽到罰錢的制度 就好像怪怪的喔 原來 不過呢 現在又港台方面又回應傳媒了喔 原來啊 在這個叫公共財政條例裡面呢 是適用於香港電台的員工的喔 如果呢 政府呢 認為有公務人員在授聘的時候呢 不當的這樣叫做成付了這個叫開支呢 可以向這個人呢 徵收回這個叫付加費的啊 那當然啦 條例裡面原來都有寫了的 清清楚楚的 很公道的 如果他的解釋呢 未能夠令人滿意的話呢 但是財政司司長呢 就會向這個公務人員呢 徵收回這個叫做付加費啦 還有啦 那個數額呢 是由財政司司長決定的喔 那當然啦 那個數額呢 就不可以多過他的製作費的 那沒理由他的製作費是十萬 然後你就賠了 財政司司長要賠二十萬這樣 這個就不會的 要講清楚 是啊 不過啦 當然啦 也都會考慮回 要顧及對於這個公務員呢 會不會製造過份的財政困難 那他説過份呢 我也都覺得 幾可圈可點的 那你說他不讓啊 吹嗎 還不行的喔 原來 你說根據到那個條例所講呢 這個付加費呢 將會在他的員工每月的薪金 或者退休金等等的報酬呢 扣了 沒錯啦 扣了啦 如果呢 可能假設你搞了一堆東西出來 冤枉了港台20萬的 哇 糟了 你以為我賠10萬 我都一個月薪也沒有10萬了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分期每個月 不會對你造成過份財政困難 要你慢慢玩 但問題是他用什麼去界定 他是過了預算呢? 那個意思不是說過了預算 不當成負開始 舉個例子 當時已經說過了 例如找黃宗堯這些人 他飾演一些港台節目裡面的Cat Affair 之前可能已經說了 說不可以找這些有案在身 什麼都在身 雖然他還沒有正式定罪 他現在都是疑犯在受審當中 但是可能對這個形象 已經說明了 不准這些了 如果你硬是要找另一個呢 可能你找劉詠康 跟他同一個性質的 也都是被告暴動罪 衝進立法會這些的 你又找他來 那你已經是不當了 到時你令到那個節目不能夠出街的話 冤枉了這一筆的費用 例如劉詠康你請他要三千塊 可能你就要賠回這三千塊 我已經跟你說了不好的了 再我們推演整件事的脈絡 其實之前這個罰錢的制度 放風已經講了一段時間 他們說很不滿 等等等等 當然他們可能那些人自己都不知道 公共財政條例裡面其實很長很多的 你問 可能要很熟悉裡面的條例 才知道原來有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說 做什麼 用這些脈絡 來限制我們的自由 等等等等 這個你覺得而已 是吧 那之前傳了這個風的時候 其實港台方面沒有怎樣 為這件事情去講過的 那為什麼現在才講出來 或者已經告訴你 可以說叫做先例後兵 也都可以說是你自己 是等你 等你自己中了這個計 你才領的 我們較早前一兩天 都有做了一節節目 都有講了 就是說 又有那個鏗槍集那個節目 應該我們昨天做的 即是在2021年4月6日出的這個節目 那大家可以聽回了 就是說有一集鏗槍集就抽起了 就是說 港台的管理層 看了那個節目大綱的時候 就發覺不夠 為什麼你訪問那些什麼媒體 做得很困難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訪問一些 偏向藍一點的媒體呢 為什麼不訪問有仇必記呢 是啊 也很清楚 可能要先控制一下情緒 在節目之前 或者他會帶你一起討告呢 是啊 也可以 那他也還有其他宗教 為什麼不訪問一下sir呢 那些營商環境很困難 然後可能那個補習社又不行 然後又坐在那裡做媒體 跟著做媒體 跟著又可能要 wrap 歌 跟著都煩熟 跟著可能出現了些什麼問題 又要賣蛋卷 甚至乎要去 買花膠 吃盆菜 或者可能表演吃雞翼 之類 當然啦 你說他說的話 一件事是不是一個媒體呢 我們這個很難去界定的 很難界定 很難界定 很難界定的 怎麼都好 你說沒有 然後你說了要加入這些元素 你沒有加不止 還要繼續 你自己去完成了這一節節目 那好了 管理層後來拿回來看一看的時候 你沒有跟著我這樣做 那好吧 這一節就抽起了 那順勢呢 現在就說出來給你聽了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有這個制度在裡面的 那看你這幫人 那你自己呢 玩爛了它 那你這一次 那現在呢 再下去 還有沒有人夠膽這樣做呢 就是可能下一個呢 那這次呢 就最後了 下一次呢 就先禮後兵 下一次就跟你收錢的了 那要說回 那條例裡面呢 怎樣扣法呢 因為剛才我們好像沒有說得很深入 當然啦 你說我們不是公務員 但是都想留意一下嘛 就是為什麼呢 拿這些東西去掣肘 到它呢 因為呢 最多是可以扣了那個人 那個月的人工 不是那麼大 那就是那個月呢 零元 其實呢 都挺有趣的 不要對那個人 會造成過分的財政壓力 但是可以整個月扣了他 還有呢 還有呢 退休金呢 最多可以扣總額的一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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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有沒有壓力啊 真是不知道 是不是 波叔不會那麼絕吧 哦 看看你跟我玩大他啦 如果你又叫什麼 黃宗堯啊 杜汶澤啊 什麼 其他 李柱銘啊 什麼都叫做 劉細良啊 都叫來做 哇 整班捆綁式一起做一支節目那些 拍一些鏗槍集那些 什麼被打壓 那些那些 捉鬼大師 有什麼 訪問一下劉細良賣樓那些 那些 就是怎麼樣 為什麼頭子這麼好眼光 是不是 是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那個 那個制遇究竟是怎麼樣呢 因為那時候 因為劉細良經常說到自己 他小時候住在什麼屋邨啊 那些 那些 講到自己 是啊 他爸爸是幫那些 英軍做衣服的 做衣服的 是的 就是 怎麼樣一步一步呢 由這些 住在 好像是 骰子區 還是很舊的那些屋邨 一步一步呢 住到實用面積 一千六呎的 這個大宅 然後呢 現在呢 還可以 移民 他當然 娶了一個 有加拿大戶籍的老婆 那 移民到加拿大 就 火燒竹竿 長炭 是否隱形富豪呢 露凱他 這些 連了 以前是隱形 現在不是隱形 我知道 不單是 露骨 是 套用黃人那些 那些 說幾百 現在溫哥說 那些屋 平均屋價 一百七十萬 即六百幾 他都買到三間 四間 一間大屋 就兩間 是吧 是的 正如那些黃人 在我們那裡留意 你只要這樣做 你就是這個人上人 是吧 就算他 現在幫他打這個台 就是花膠台的曹公公 曹麥超 他都什麼的 他都在節目講過 自己都是投資有方的 在深圳買了樓都升了很多的 是的 在深圳買了樓 但是又罵 要罵中國政府 是的 真是厲害的 其實他 劉細良 都是叫香港才子 其實香港都幾多才子 老實說 前才的才 都是的 他居然可以和這個 老蕭兵稱為香港才子 跟師傅一樣 厲害 那很多人出本 主送書都被人說才子才女 是吧 是 出本 出本書 或者 接受過兩個訪問 就KOL 這麼厲害 這麼誇張 那繼續再說 不過當然 很公平的 如果你被加收這些 叫做徵費之後 你覺得很受屈 你覺得很屈辱 不行 很不公平 就有權收到這個通知之後 三十天裡面 就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 哈哈哈哈 那接著 現在港台員工聽到這個 蛤? 不是嗎? 現在這些開支是 你發傳的 不應該 他搞出來 明明我拍好了 可以讓他過的 他們說的是 剛才所說的那一宗 叫你改 你沒有改 你繼續去拍 拍完自己炒了 這一宗 之後才講 這個 佛則出來 正正確 有什麼叫做法子 其實他都沒有用過叫法子 其實叫徵收回這個 叫附加費 自己節目自己救 這個就是 不過他們說到 要由行政長官去 你向行政長官上訴 如果在他們這一幫 港台員工的角度來講 一定是不能 更屈辱 是的 你向他提出上訴 一定一來一屈辱 二來他會覺得就是 沒有的鬥 是不是 這些 那處長講了是這樣 我看了都覺得有問題 還是怎麼樣 如果我說不OK的話 就是我不相信處長 是不是 因為我交給他們 檢查一些節目的 是吧 所以呢 算不算是剛剛那一次 鏗槍集就是說 咦 他一個月美十 沒有去 就是再檢查多一次 他們的大綱 或者他們改成什麼 整件事是怎麼樣的 才叫他們真真正正的拍攝呢 所以那時候我也奇怪 咦 為什麼 這麼相信他們呢 因為如果通常 我 大馬Sir應該都明白的了 去到這些project的位置 真的知道要 下手下手去做了 過了大綱的那個位置 你才放心叫他們 那你可能你也想看多一次大綱 你也不想到時候出來的事情 真的 喂 我叫他改完 原來他沒有改到的 是吧 嗯 就是做開都有這個警覺性的嘛 我那時候都覺得 咦 為什麼李百全這麼自由呢 給他們 哦 不知道啦 我這個純粹猜測啦 讓你真的 我真的突然撞過去 撞完之後呢 我才搬出我的殺手間 那這些呢 都是一個管理的方式之一來的 就是故意呢 等你們這幫人呢 出了事先 因為 講你們不聽啊 那你們出了事之後呢 那我就說 不行啦 又糟糕了 那我現在收回它 以後呢 那些什麼什麼呢 你都要驚回我了 啊 不是誰什麼啊 你什麼啊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一些的叫做基本的那個 叫做管理的技巧啦 也都是可能會是 有這樣的理由都不定的 那相當漂亮啦 那接下來 黃色的監製呢 也都走了相當之多啦 還有啦 這一次呢 他們領了東西之後 再講這個徵收附加費 這一下呢 哇 完全打燒了 他們這一幫人的氣炎 是吧 所以呢 不用又說那些什麼 什麼包圍港台啊 又說什麼叫他整個執了啊 還是怎麼樣啊 又說什麼 等我來做主張啦 不需要呢 太過強硬呢 跟這幫人硬硬硬的 那這些政策呢 已經足以玩謝他們了 是吧 嗯 相當精彩啊 這一次我見到 這一次我見到啊 好 我們這次不如講到這裡了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